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财源广进 昨天美国股市涨幅非常的大 而且是再创历史新高 可是问题是今天的台北股市 却是开高走低收最低 那当然台股今天这样子走 跟美国的走势好像有点背道而驰 那到底台北股市就如我测标写的 会不会反弹见高点 那到底这个地方 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往上攻 OK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课题 因为这里有几个结构面 要稍微了解之后 我们才能够知道台股它未来怎么走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 今天的指数早盘开高之后大涨127点 如果你今天早上 起来一看到美国股市大涨 你会认为说台北股市要过前高了 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可是问题是怎么搞的 今天开高之后就一路的震荡走低 那今天最低跌46点 那中场也是跌了35点 那可以看得出来台股的震荡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各位我们仔细来看 其实最近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有跟各位说过 从3月中以来 整个全球股市都一路上涨 对不对 可是到了8月份的时候 整个全球股市的结构不太一样 什么叫不太一样 我们仔细看 昨天的美国股市高科技股在创历史新高 而且涨幅过大 昨天大涨198点 涨幅高达1.7% 好那各位 当美国股市一路的在走高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比方说这是欧洲股市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他没有在创新高 好我们再仔细看 亚洲股市里面的比方说上海股市 有没有在创新高 好像也没有 对不对 好我们再仔细看 南岸股市这两天表现反弹比较强一点 因为那前面这一段大跌了5% 可是呢今天就像我们看到也是一样 开小高之后走低 几乎又回到月线的位置区 所以呢台北股市 目前好像离月线的位置也不是很远 那我这几天就有跟各位说过了 因为整个8月份 整个应该说老全球股市里面 就高科技股最强 因为高科技股在整个8月份 你看创历史新高之后呢 整理一下又再创历史新高 将近这几个交易日以内 你每天都听到 美国高科技股创历史新高 可是重点是奇怪呢 怎么搞的国际股市却没有在走高 我们记得在3月份之后 整个台北应该说整个全球股市 当美国股市长 全球股市都轮流在创新高 可是8月份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台北股市今天没有创新高 很合理啊 因为全球股市也没有创高 可是呢毕竟美股它是一路的在走高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做研判 好那各位我们仔细看 美国高科技股最近这四五个交易日 几乎每天都涨 这几天每天都涨 真的每天都在创新高 那我今天盘中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Line Edge里面 因为我10点钟我都会录一段影音 我都会放在YouTube里面 那我跟各位说的是 重点是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 美股它会不会在走喷出 一路创新高嘛 美股这一段是不是在走喷出 各位什么叫做喷出 我们仔细看 你还记得吗 我7月中的时候就一路跟大家讲 喷出的特色 什么叫喷出的特色 7月中的时候台北股市还在这里 这里对这里 那时候指数还没有动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后面的指数它有机会走喷出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指数会大涨 因为你全持股要轮涨 这里会伴随着嘎空跟整个优多 但是你喷出的特色在哪里 就是会出现什么 高档爆大量一波到底 那也就是说 美国股市最近这几天一路的在走高 然后到昨天的时候涨幅又扩大 那么多全持股来带 那它会不会像台肥股市这样 来到7月28号这一天 出现喷出之后 高档爆量 结果出现震荡 所以这一两天就会有答案 注意一下 如果说美国股市的高科技股 在这一段的走势里面 它是走喷出的话 这一两天我认为它就会见高顶 那当整个美国股市一走喷出 一波到顶的时候 哇 后面的震荡会开始加剧 那你去试想一下 美股一路在走高 可是全球股市没有一个指数 它是在过前高 没有 都没看到 那如果美国股市呢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反弹见高顶 这个几率非常的大 要特别留意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来仔细看 因为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曾经把 现阶段的技术面 我们有跟大家做过说明 那你注意看 因为你现在全球股市里面 除了美股走高之外 其他的指数都没有创新高 所以我说台股在这个位置区 它去走一个区间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这个区间 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状况 各位你注意看 我昨天跟各位讲的时候 我就说未来这15个交易日 你的月线成本都是扣高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月线会一直上扬 就像这样 你的月线都会上扬 好那各位 当你月线上扬 你台北股市这地方 只要稍微有震荡 或稍微有下跌的话 到时候你月线成本 因为未来还有14天 那这地方都一路上扬 你到时候会破月线 对不对 当你破月线再加上你成本是上面的嘛 所以未来的月线成本呢 它会下压 好 所以我昨天就跟各位讲说 你要化解这个状况的话 最好的方式啊 就是台股一路冲高 你一路冲高能够过前高 那当然你就可以化解什么 未来这14天月线成本在上面 可是问题是今天没有了嘛 你就可以看嘛 今天它反而是出现什么 开高走低 几乎是收最低嘛 那你现在离月线的位置呢 其实只差多少 差不多只差个四五十点左右啦 那你就是说 那你台北股市今天都开高走低啊 那你现在的前高的位置你过不去嘛 再加上呢 你后面这个月线的成本 还是一样上移嘛 那如果明天啊 明天是摩台的结算啊 那你要注意啊 如果明天的摩台结算 它又是压低的话 哎 讨论没有 你要留意哦 会不会在明天开始 它出现破月线 那如果说台股在这个地方 出现破月线 再加上我刚跟各位讲啊 你现在美国股市已经在手噴出了嘛 那未来这两天很有机会就见高点 当你见高点出现大的震荡的时候 好 那头部要注意什么 那你台北股市出现震荡 上不去的话 这地方呢 后面的走势 如果说是跌破前面的这个颈线区的话 哇 那就麻烦了 照理说应该9月份就会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月线成本下压 再加上如果说你这个颈线是失守的话 反而它会有头部的现象 它会发生 所以我认为台股已经开始有 践高点的一个反弹践高点的迹象 所以在这个时间年的操作 我是建议各位 不要乱追 因为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 最近的反弹 我都跟大家讲说什么 你不要为了一只鸡 失去一头牛 可是你想想看 你前面的股票如果说都没有处理掉 比方说都还在套牢了 你现在再买一堆的话 好像对你没什么帮助 你想想看现在做电子的 每天都跟你讲说这个地方高价股有机会 要不然就中低价股有机会 要不然就PCB 要不然隔天就跟你说太阳能也有机会 要不然电动车搞不好也有机会 现在都在猜了 到底主角在哪里 可是现在主角都没有出现 那做生计的人呢 更奇怪 只要涨起来的股票他都有 他说你想想看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要买多少股票 所以你千万不要造成说 未来去抢强势的个股 然后前面的个股都不处理 到最后为了抢反弹 结果失去更多 所以我认为说台股来到这里的时候 要预防他会比较偏高档震荡 反而这地方还在走什么 走右多的格局 因为最近融资都在增加 所以既然台股目前没有让我们看到 一个明显攻击的机会 好那我接你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从7月28号 当台股指数 爆量开高走低之后 我就跟各位说 这个牌你不要追空 但是指数反弹有高点的时候 你去放空一下 把那个停损点射出来 通常这样子高点去放空 你会有很大的利润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台北股市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台股今天开高 对不对 大家都预期当中 可是今天在9.08分的时候 我设了一个点数 12,900点上下5点放空 同样你一定空得到 你一定空得到 因为今天指数呢 有来到12,900多点 对不对 可是呢在网上的空间不大 好那你仔细看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不去追空 你不会被嘎空 但是当你高点去放空的时候 当指数真的见高点 或者是震荡加剧的时候 你看 今天这样子一跌下来 同样你想想看 我今天在10点快50分的时候 我说空单在此市价获率回补 目前已经破12,800嘛 我们在12,900嘛 这边放空嘛 对不对 打下来之后呢 我们去把它回补 好那你看 这段过程里面 超过多少 超过100点 超过100点 你来仔细看 这是今天指数的表现 找盘拉高的时候呢 你去放空 空完之后呢 破12,800 这地方你去做回补 结果呢 你今天是可以大赚这一段 好我再举例来讲 其实昨天的盘 成交量是急缩的 那昨天的盘呢 因为当台股拉起来的时候 我就说 怎么搞的 看起来连1,700都不到 所以我说要预防什么 买力耗尽 好所以呢 同样的昨天 12,770附近 我们这地方放空 有穿架了 都有成交 好那各位你去看 结果呢 昨天打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回补了 这段空间没有很大 大概三四十点 因为昨天的卖压还没有涌现 所以呢 只要有高点 我去放空 就像今天一样 只要有高点 你去放空 后面的空间都很大 这是我们的操作方式 好那当然 整个台北股市 目前未来的走势 要预防的就是 美股会不会走 喷出之后 震荡开始加剧 那如果说 它震荡加剧的话 那后面的个股 就要注意了 那要预防什么 不要越买越多 不要越套越多 当美股在创新高 台股都上不去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当美股震荡加剧 台股怎么会不受影响 好了 就算台北股市 靠一档股票再撑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 在今天尾盘的时候 灌了三千多张出来 灌不多 但是台积电在盘中 最起码都涨个四五十点 都涨个四五块 它最起码支撑台股的指数 超过四五十点 可是投资本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就算指数稍微有撑 可是指数也上不去 反而还是开高走低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今天下跌的加速 将近是上涨的加速 超过一倍 那代表说很多股票 已经跟不上 这个盘的反弹的脚步 所以这个时候 要特别留意 我还是建议你 持股不要太多 好不好 但是个股到底 什么样的个股 在这个时间点 最好也不要碰 那什么样的个股 在这地方是有风险的 这东西我们待会 再跟大家做解说 好不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运达投顾肖老师 反拜为胜 1加1计划 反拜为胜 1加1计划 速掐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肖老师 反拜为胜 反拜为胜1加1计划 反拜为胜1加1计划 速掐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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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入该车辆 4-4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好 欢迎到现场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走低了 那盘中震荡比较大一点 那我刚好跟各位提示过 台北股市来到前面的上缘之后 它上不去 为什么上不去 因为全球股市现在都没有在创高 除了美国股市 那我们现在预防什么 美国股市在这个地方 最近一路在创高 创历史新高 它会不会开始走喷出 如果当它走喷出的话 我认为这两天 要特别留意 它会不会出现高档震荡的状况 如果当它出现高档震荡的状况的时候 要留意的是 你像台北股市月线成本上移 那你今天台股又出现开高走低 像你月线没有很近 如果明天摩台 它是压低结算 我跟你讲台股很容易就破月线 那如果说再加上美股后面的震荡比较大 那就要预防了 未来的月线 它的趋势会下压 那如果说这一下压的话 你后面受美股的震荡的影响 又破颈线的话 头部怎么样 要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头部它就会出现 所以我认为到时候9月份就会很麻烦 好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趋势面 跟国际股市的结构面 甚至于台股现在还在走又多 所以我必须要提醒你 这个状况 那当然我们这样子讲 可能会投资人会不喜欢 你想想看 从台北股市7月中 你看知道了 这么讲 3月中以来整个指数上涨 从3月中到7月28号台股开高走低 报大量的之前这段期间里面 我每天都跟你讲多 我每天都叫你买股票 到了7月28号整个指数开高走低之后 在这段的格局里面 我一直跟你讲 持股不要太多 那这地方能够调整的你先调整 那结果上个礼拜是指数是不是大点 好不容易反弹起来 那我这几天还跟你讲 不要为了一只鸡失去一头牛 就叫你不要乱抢反弹 不要说前面的股票没有处理 然后这里未来去抓强势股又买一堆 结果也没有看到强势股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反而会越套越多 其实我们这样的讲法 等等你想一下 我叫你不要买股票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我怎么会有好处 很多人都只知道买 都不知道卖 对不对 老师你叫我卖股票 我要赚钱 你叫我卖股票 我怎么赚得到钱 对吧 那我问你 今天你去看一堆老师 每天跟你讲他有标股 每天叫你去买股票 我问你 对你有什么好处 老师说那指数就号在这里 现在主流在哪里你也看不到 现在哪有标股 对你也没有好处 你会越买越多而已 所以我这样的讲法对我没有好处 那你去看其他老师 每天叫你买股票 对你也没有好处 但是对每天叫你买股票的老师 他有好处 为什么 他可以收到会员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行的操作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我做了二十几年 那我二十几年 这二十几年来我都在待会员 多头你赚多赚少是一回事 就算你赚得多 可是如果说空头一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保住你赚的钱的话 到时候你会全部吐回去 甚至于你用融资去买的时候 你会吐更多 搞不好到最后还赔钱 那真的很可惜 好不容易赚到钱了 结果吐回去 我的看法是 多头不管你赚多赚少 只要每一次的空头 你能够守得住 就是说你能够规避掉 这个风险的话 你能够把你的现金守得住 我讲当指数跌下来 或个股跌下来的时候 那才是你大赚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当值 比方说一百块的股票 跌下来跌到七十几块 后来才会跌到六十几块 五十几块 突然你资金都还在 到时候你可以越买越多 到时候当整个多头 一起来的时候 那才是你财富倍增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一直跟你讲 不要买不要买 不要乱追 你先把资金留住 我是在帮你 好不好 那如果说我真的是 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为了要收会员 干脆跟你讲每天买啊 问题是没有标股 那这个时间点 反而要注意几个现象 你注意看 因为这波整个联发科 因为华为事件影响之后 到现在为止你看 这种高价的个股呢 它连弹都弹不上去 对不对 当它都弹不上去的时候 你再仔细看 比方说国具 有没有弹上去 没有嘛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头部出现 好那你想想看 当初8月中 8月18号的时候 我就跟你提示过了 我说 这地方不能再破了 这再一破的话 它这个上面 套牢的筹码会越来越多嘛 对不对 你看嘛 是不是套牢筹码越来越多 所以那个时间点 我在376块附近 我建议你去放空 那你不空没有关系 但是我会员要赚钱嘛 所以多跟空 我们都要会 股市一定有涨有跌 不要说只会坐一边 就算你都只会坐多了 你最起码要跌下来的时候 你要把资金保住嘛 否则每次赚的钱都拖回去 又融资买的话 越吐越多 搞不好连老本都没有 这不是对的方式 所以你看 你就算你不空 你把它卖掉嘛 376块卖掉之后 现在只剩下336.5 有没有 有没有吃亏啊 没错吧 好 你再注意看啦 当这一类型高价股 都跌下来的时候 那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有些个股不能让它头部完成 什么意思 你看 3661的世新 有没有 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你看前面的低点在多少 576 今天说我盘多少 574 这代表着说 你将近这一个月你买进能到现在为止是套牢的哦 如果再跌下来的话 后面会越套越多哦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现在在盘面上面还蛮多的哦 比方说绿望 有没有 你看啊 最近的盘是不是有反弹 弹了将近四天左右了 如果今天盘中也算了 好像弹了四天了 可是为什么有些个股它就是上不去 那如果说你到后面你才进场去买的 你要预防的是什么 它会不会破颈线吗 如果这地方一破颈线的话会麻烦哦 你注意看嘛 台区已经破了嘛 是不是破了 头部越来越低 有没有 越来越低 比方说什么 六二七八的台表科 是不是头部也出现了 比方说什么 三五四五的蹲探 你看到现在为止再创低点 所以呢 今天如果说你愿意来找我的 我一定会在高点叫你先卖 但是如果说真的股票跌下来已经跌了很多的话 你已经错失了那个卖点 你叫我怎么帮你 你先想看啊 除了国区376块叫你卖 三五四五的蹲探 三十五块多 这地方叫你卖 到今天只剩下多少 三十二块一秒 收盘收在三十二块一嘛 对不对 高点你不卖 结果跌下来 比方说六二七八的台表科 一百二十九块附近叫你空 到现在呢 坦不上去啊 所以才一百二啊 怎么做你都还是赚嘛 如果说后面前低再破一次的话 我想那会加速哦 好那会加速哦 好所以呢 最近我们的操作就是这样 手上如果你有个股的 你最近来找我的 我会针对你手上的持股状况 有高点如果已经在做头的 我都会叫你先跑一下 你先卖一下没差啦 好不要说等它跌下来你再来卖 何必呢 有高点不卖也要杀低哦 那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想要反报为胜 或者是你本身有在做指数的 这几天我就跟他讲 谈 谈已经谈到一定的高点的时候 我不会追空 我会逢高去做卷空 今天在一万两千九百点的时候 我们去布空单 布红空单一打下来 破一万两千八 这地方我们就开始去做空单回补 所以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最起码你今天可以看到一百点 有没有 昨天台北股是买力靠近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找高点了 那当然昨天卖压比较不重 所以最起码这一段 大致上有三四十点左右 OK 从7月28号台股报大量开始 我们就是建议你 逢高去做捐空 所以当时那个幅度很大 第一笔单三百点 第二笔单 第二笔单超过两百点 那我认为 美国股市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它在走喷出 我说这个喷出的模式 后面的震荡 应该这两天就会看到 震荡会非常的大 当你震荡越大的时候 你的指数空间 能够获利的空间就越大 所以我是建议你 这个时间点好好去把握什么 第一个 个股的高点 不要让它做头完成 跌下来 那这地方赶快先把持股调整一下 有的时候把钱放口袋也还不错 你不觉得吗 那再来呢 如果你稍微积极一点 我是建议你 可以掌握什么 旗子的高点 因为后面正当加剧 后面 能够让你看到 那个点数的空间会加大 所以能够帮你反败为胜 好不好 那我建议各位 如果持股不了解的 那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 跟我们做联系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反败为胜 一加一的计划 广告之后 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顾肖老师 反败为胜 一加一计划 反败为胜 一加一计划 速掐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投顾肖老师 反败为胜 一加一计划 反败为胜 一加一计划 速掐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corresponding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sends点 zac Viking